什么叫疯药 不明思义 就是治疗风险 所治的疾病的药物 那么疯呢 分为内疯 内疯 内疯就是 因为人体的病理变化 所产生的一种风险 比如说高学院老中风 所谓外疯就是 感受外来的气气的有点 这个外风有风热 风寒 风湿 风湿 那么我们在倒写这个风药里面 主要是针对外风这一块的药物 比较多 当然话说回来 倒写很多的所谓的风药 不单纯只需要以这些风险 使用的药物 还包括其他的一些药物在里面 管是倒写有的一些药物 毛不信都会拿到现成来 进行交换 感激 销售 就是倒写的一个特点